游学的真相 第二集 专制专业 你看我们文心中号有一个小女孩 她呢今年要去澳大利亚皇家理工大学 对吧 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 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 对明白 叫RMIT啊 对对对对吧 他有读会计专业 他问我们这个专业怎么样 会计专业首先中国人肯定非常多 就这会计是不是在澳大利亚还蛮多的 对是蛮多 对对对是因为 因为一直以来会计是个移民专业嘛 移民专业 对对 而且是会计专业 在商科专业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读 他为什么叫移民专业 就是说 我们就不是移民专业 读完之后就有机会移民 你早说啊 没人跟我说过 对影视传媒可能不太那个 他他是读完就可以移民吗 读完有机会有机会 这个机会 就说他这个专业毕业生的那个 那个评估在那个澳大利亚紧缺职业名单上面 有机会移民 大概移民率 就是中国学生 这个不能 呃就是没有办法统计这个移民率 因为就是说你只是读了这个专业 相当于你有家门票 去可以玩这个游戏 至于你玩不玩得成这个游戏呢 就不就取决于你自己的努力 但这两年那个趋势 每年的趋势其实都差不多 但今年的话 会计专业可能有一点点特殊 因为澳大利亚移民局 今年把会计专业的移民人数砍掉了一半 就原来大概有5000多人 今年可能只剩2000多人 就是可能 我估计中国学生可能不会少 只是说竞争可能会更加越来越激烈 说我一个认识的女生的一个例子吧 好吧 那他就是因为 因为会计专业本来属于移民专业嘛 然后他读完读完这个会计毕业之后呢 就是已经符合了澳大利亚就是会计师协会 CPA的要求 然后可以有资格去申请 评估成为会计之后呢 就有资格去申请这个移民 当然前提是你所有的这些要求 必须达到移民局的要求就可以申请 比如说学历 还有年龄 还有英语水平 还有工作经验 比如说还有一些其他的加分 像比如说像那个比如说配偶加分 那你说现在是是不是大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 那大多数的中国学生到澳大利亚学会计专业 是不是就为了移民 可能很相当一部分有这么一个 对相当一部分有这个目的是是很正常的 他这个课里面 课程的一些 课程我觉得还是就主要是学一些 就是呃会计就是每个就每个国家都有那个 会计是认证的一些那个程序吗 或者说一些一些认证的课程吗 那他们学的可能就是澳大利亚的会计师 呃协会 就是会计师协会认证的一些课程 澳洲会计的话 呃本科更容易留下来还是硕士 啊这个没有区别 都一样都一样 对没有他本本科也是三年 本科三年 然后硕士是说硕士有一年半到两年 都现在主流是两年嘛 主流是两年 澳洲除了这个会计专业是移民专业 还有哪些专业是移民专业 移民专业挺多的 有几百个专业吧 几百个 比如说还有其他的那些 比如工程师专业 哦工程师 对还有it也是 哦it也是 然后还有 护士 哦护士 对护士 哎那你觉得比如说我我在我我留下来了 我很幸运 当然有一当中国学生 嗯他留下来以后在当地做护士 或者做会计 你觉得跟国内差距大吗 呃往高楼走差距可能不是很大 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你做会计做 比如说部门经理啦 或者说我觉得差距应该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是在 嗯就是比较基础的岗位的话 可能有点差距 就是说会计可能拿的 可能就是如果以汇率来换算的话 可能拿会比较多一点吧 护士呢 护士 护士其实 工资也不是很高 只不过加班的话 工加班工资 哦他们也会很多加班 对对很有 节假日加班 比如说节日加班是两倍工资 然后节假日特别 比如说圣诞节这种节假日的话 可能有三倍工资 那他们做的一些事情 获利方面跟关键 嗯我觉得可能会稍微辛苦一点吧 就是要你要给病人洗澡啊 要给病人喂药啊 不是他还要给给病人翻身护 护理啊 对对对对 那这不是护工做的吗 那大家没有护工啊 就护士干的呀 哦就是他们那边的护士 还要去承担护工的功能 不是就是说有些东西你必须得做 就是说你的护士职责就必须让你做 那他就是在工作环境福利待遇工作环境都是在医院里面倒没有什么区别 那福利待遇可能工作压力 压力都差不多了 而且就是护士的这个工作的性质就决定了就国内国外差不多 其实说白了都是一些比较自合的工作嘛 对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当时学校里面有一个叫pharmacy对 药科专业和这个药剂师专业很多香港学生学没有大陆学生啊 就他们那个班 亚洲人都是香港学生 我就纳闷了 难道这中国学生信息怎么就这么这么缺乏啊 也没有了 其实我因为碰到过中国人读药剂学的就不多不多 不多对没那么多 一个是因为药剂学的话要求比较高一点 就对于语言要求比较高一点 包括护士也是对语言要求比较高 二一个是可能药剂学要求在你那边有比较长的背景本科背景 对本科背景 而且他就说读到时间比较长 比如说你读的本科可能是比较比较低 还有就是说你要读的时间长 你让医生一下都读七年 但是你看我当时朋友就是香港朋友 他们读中药剂专业 很多是首先是学校帮你安排到医院里面去实习 然后你考一个pharmacyst 就是叫药剂师专业证 你就大概有一半的人可以在本地找到工作 就他也算是比较紧缺的一个行业 对是是 但这一点你发现很多中国学生一窝蜂去学传媒 可能当中很多人完全可以去学这么一个专业 但他可能觉得他学传媒或者学金融投资回报率比那个学家就觉得高一点 但我觉得现在学传媒的回报率反而更低 大家可能没有兴趣学这种东西 这还有兴趣的原因 对 国内那些想学医药科的他们都到哪不知道 可能学国内学如果学医药的话可能有的没出过留学吧 我觉得国内如果当医生生物也不低 也很好 我已经公众有很多人问我 我就是去澳大利亚移民的 好 包括还有还有新西兰 我知道 新西兰也是一个 我知道 我知道会有很多人去 但是这个我是说他们的想法和你自己和现实想法是脱节的 没有意思吧 就我位同学比如说一去的时候也特别想就是摆明自己说我去澳大利亚移民的 对 但是毕业之后就当然就没有这种想法了 就已经打 你觉得他为什么会没有这种想法 就觉得生活和和自己想象是不一样的呀 就是生活方面 对啊 可能就是没那么好 对啊 而且就是说比如说他生活的重心家人都在国内 他为什么非得在那边待一辈子呢 然后就业方面可能也没想到那么好 就业方面是啊 我就说低的肯定是不一样 高的肯定差不多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当银行行长 在国内当个银行行长 我我只是同样的同样级别 不是说一个一个大银行小银行 同样级别行长的话 在在国内当个银行行长 跟在澳大利亚当个银行行长拿到 拿到薪水 比如说在上海的话 只可能高不可能低 这是一定的 因为上海北京这种大城市的话 跟国际上觉得是无缝接轨 没有差距 只可能高不可能低 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没有区别 那当然全都一样 那为什么你要那么辛苦去去澳大利亚当 而且生活文化根本 你你付出努力 觉得比国内多很多 哎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想去澳大利亚去读个书了 但你低了肯定是低了 比如说那刷盘子的好 因为肯定是澳大利亚 比比国内刷盘子肯拿钱多 为什么因为人工贵啊 那并不是你刷盘刷的好 不是我就想去拿绿卡嘛 可以啊 你可以去啊 就读一年措施 一年拿不了 两年 两年 两年花多少钱大概 25万吧 一年 两年50万 50万去买一个澳大利亚绿卡 你们觉得值不值 微信公众号搜索留学的真相 看节目录制直播现场参与互动 有不同的观点欢迎你来战 快 我们等你们一起来玩手 就因为技术移民要达到不同的要求嘛 比如你的你的学分 对对对 你的这个专业 然后你的工作经验 还有你要求在澳大利亚待待多少年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一个是英语比较好 一点 还有就是说 可能工作经验对他有一定的帮助 这样子 因为其实会计在澳大利亚说实话学的人蛮多的 然后竞争和就业压力就特别大 真的特别大 就是好像就比如说你老板啊 比如说老板就是发出来一个照片广告的话 可能其他专业可能就50到60个人应征 但是会计专业可能有超过100个人应征 这样子 现在留学生可能升的也蛮多的啊 就这两年你觉得他的这个申请率 整体一个趋势 整体我觉得还是差不多吧 只是说竞争性可能会更大 因为其实我觉得 申请移民不光是留学生有 还有其他工作人士也可以申请 就是不限制的 不限制 只要你达到要求都可以申请 现在可能你周围想留下的人多吗 刚去的时候啊 可能想留下的人还蛮多的 但是随着时间退役 慢慢有些人会改变自己的想法 可能有些人就觉得想回国 或者说并没有那么好 或者说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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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为了身份就是跟老板结婚了 然后想通过两年的适应期 然后得到身份了 就这样子 我觉得还有他自己的想法 不太好从道德上去批判他 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式 至少不是不值得提倡的方法 因为你为了自想东西 就是牺牲自己的爱情也好 生活也好 去获取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不值得提倡 那他后来有没有留下来 留下来 就可以拿到绿卡了 对拿到绿卡 就比如说你当时申请有哪些条件 就基础 就是现在跟现在一样 比如说比如说学历 比如说英语水平 比如说呃年龄 比如说那个呃专业 专业对专业是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还有什么 比如说陪我加分啊什么的 这我都没有 因为我没有没有在那边加分 所以这个跟我无所谓 他是先申请一个工作签证吗 啊 啊如果一毕业的话 如果你已经满足条件的话 你可以直接申请永居 如果你没有满足条件的话 你可以先申请那个两年的那个临时居留签证 然后然后等这两年之后 你再去努力的去工作或者什么再去 那这点澳大利亚做的比英国好 英国可惨了 因为我可坏了 对我觉得因为这个是呃怎么说是因为每个国家的利益不一样 英国可能地方比较小人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他比较利益的话 靠别他们不需要那么多外来的意义 而且英国可能我觉得是一个中 中主制度比较 演的回来 当然也还有人 对对还白人回主 但我觉得阿利亚就是 地方比较大 然后就比较少 然后所以他可能需要外来影织刺激他的经济 等等